中國對在貿易壁壘這個確實是第一次 我們政府之間也已經啟動跨部會的討論 那OTN會當主責 那經濟部我們會就這個產業面會做相關的分析等等的 市長 我想問一下 中國大陸這邊通過WTO代表聯對我們反映貿易壁壘的問題 這是不是第一次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我們要如何去應克這個事 第一個中國對在貿易壁壘這個確實是第一次 那在過往有在WTO的場域 針對這個翻傾銷的這個案子 有簡單的這樣書面的意見 但是也沒有正式的這樣的溝通 那對於貿易壘的這個確實是第一次 那這一個整個貿易障礙的調查 那這個他們剛起案 那我們政府之間也已經啟動這個跨部會的討論 那OTN會當主責 那經濟部我們會就這個產業面會做相關的分析等等的 那後續會都會密切的來做討論 市長 那個我們發佈那個工業生產指數 有關那個庫存去掛的錯 或是有偏高什麼點 台灣的產業大部分都做外銷 絕大部分都做外銷 那外銷的部分現在國際的景氣也好 通膨的因素也好 確實影響國際的需求 所以目前的廠商確實都還在逐漸的去庫存化 不過我相信台灣的產業在國際上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如果國際的景氣好了 國際的景氣慢慢復甦了以後 對我們的產業就可以 可以再做更好的一個經濟的復甦 那在這一個階段 為什麼我們會推這個 疫後特別條例 針對最上游的這個中小企業 怎麼樣來輔導他們 不管是透過這個智慧化地碳化的這樣的一個補助 還有人才培訓 讓我們的產業可以仍舊維持很好的任性 好 好 謝謝